不只是东方不败如此奇特而又明显的一幕 哪怕是曲飞烟也是有所察觉 心生疑惑下 随着东方不败闪身出现在楚清禾的身边 曲飞烟也是主动地凑前了几步 而在两女靠近间 却不清楚此时楚清禾那原本放于衣袖中的手上 已经是多出了些许的药粉 紧接着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但随着东方不败和曲飞烟靠近 原本桌上那一只燃烧的紫鱼曼陀罗香上 那鸟鸟升起的烟气如同感觉到了新的目标一样 不再是单单飘向楚清禾 而是同样愤出了两女向着东方不败和曲飞烟靠近 刹时间 两女均是闻到了仿佛兰花一样的淡雅香气 香气入笔后 不管是东方不败还是曲飞烟军事 感觉身体好似有着徐徐的良意流转 却又像是丝丝的暖流在回荡 宛若忽然间进入到一僻静的空骨之中 内心瞬间平静了下来 这香有问题 不单单如此 也是在这香的香气入鼻尖 东方不败竟然是察觉到 自己身体之中真气流转的速度都是快了几分 以东方不败的见识 哪里分辨不出来 这香不但有着凝神静心之效 同样还有着提升自制的效果 在这紫玉曼陀罗香的效果下 连东方不败这样的宗师镜高手 都有这么明显的感觉 更别说旁边才三流圆满的曲飞烟了 感受着此时身体之中运转速度骤然加快的真气 曲飞烟的反应 自然要比东方不败更为明显 精致的小脸上此时满是恶然之色 对此 东方不败忍不住问道 你这香能够提升舞者的资质 然而此时的楚清禾在这日光狱中 身体早已经是被懒虫所占据 面对东方不败的询问 楚清禾也只是轻轻地恩了一声 便没有了后续回应 慵懒得连声音都有一种有气无力的感觉 将楚清禾的反应收入眼中 东方不败先是皱了皱眉 随后 看了看桌上这一根栩栩燃烧的紫玉曼陀罗香 再看一旁躺在椅子上 脸上充满了惬意的楚清禾 沉吟了几息后 东方不败脚步轻挪 然后在楚清禾身旁的躺椅上躺了下来 但随着躺下 阳光瞬间也是洒满了东方不败的全身 在这晨午之中 阳光充满了和煦之感 再加上一旁紫玉曼陀罗香 本身静心凝神的效果 使得东方不败内心漠然平静了下来 这一瞬间 在冬日的阳光之下 东方不败竟是感觉自己的骨子里 仿佛有着什么东西慢慢地爬出 苏苏妈妈间 使得东方不败浑身上下 都是快速地被一种特殊的懒衣所充斥 身心在这一刻 也是不由自主地地放松下来 引得东方不败 不禁常常出了口气 口中不自觉地发出 恩的一声满是享受的呢喃声 品味着此时身体之中的感觉 东方不败偏过头 看了一眼一旁呼吸 渐渐绵长的楚清和一眼后 也是徐徐地合上眼镜 任由自己 就这样暴露在整个阳光下 一旁的曲飞烟看着脸上 同样浮现出几分享受神情 也是好奇地走到另外一张躺椅之上 几乎是在刚刚躺下的瞬间 曲飞烟瞬间体会到了楚清和和东方不败 此时的感受 舒服地让曲飞烟忍不住长嘘一口气 神情肉眼可见地慵懒了起来 清风拂过 本应带着冬日所特有良意的清风 在此时和煦的阳光下 竟然也是变得温和了起来 片片山茶花的花瓣 从空中飞舞落下 带起清新的香气 或是飘落在院子的地板之上 亦或是落于院中那三人的身上 冬日的阳光最为奇特 能够让人身体之中的血液 全部化作缆虫 就如同现在 在这阳光之下 不管是楚清和还是东方不败 以及曲飞烟 身体之中流动的 仿佛都不是血液 而是日渐增多的缆虫 使得三人在这阳光之下 眼皮都不想动一下 品鸣 玉阳 焚香 简单的三件事 使得今日不过初识的三人 竟是完全地放下了戒心 静静在这午后 体会着阳光的美好 丁 恭喜宿主根骨加六 悟性加一 一直到深时末 带到阳光逐渐微弱 少了几分和煦的感觉时 系统的提示信息 也是在楚清和的面前弹了出来 感受到系统的动静 楚清和徐徐地睁开眼睛 感受着浑身上下充斥着 让人可以柔弱无骨的懒意 楚清和略显艰难地坐起来 等到狠狠地伸了个懒腰之后 身体之中那充斥的懒虫 才是如潮水一样退去 缓缓地偏过头看向身旁 此时的东方不败以及屈飞烟 依旧还是静静地 躺着的东方不败和屈飞烟 楚清和嘴角不禁泛起一抹轻笑 有道是美人如画 能够在省时的第一眼 便看见东方不败和屈飞烟两人 倒是不禁让人有种愉悦之感 男人嘛 多看看美女 有利于身心健康 这一点 楚清和一直都是身心不疑 待到稍稍缓和了一会儿后 楚清和才是端起旁边的茶杯 走到一边的石桌旁 随着已经冰凉的茶水入口 那凉意瞬间从口腔一路往下 将身体之中仅剩的那些 懒意全然驱散开来 随后 楚清和的注意力 才是放在系统这边 看着自己提升的资质 楚清和倒也没有意外 这紫玉曼陀罗香药性温和 并非是一次性的 而是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改善资质 需要每日接连使用 直至药效失去作用 按照楚清和的估计 等到这紫玉曼陀罗香 完全没有效果时 至少能够让楚清和的根骨提升一个级别 但悟性的话 因为楚清和本身悟性就比较高适 通过这紫玉曼陀罗香 最后估计也只能增加几点 不可能像根骨提升提升的这么明显 随着根骨属性提升 楚清和细致感受之后 也是发现了自身的变化 首先 楚清和的丹田容量 比起之前而言提升了近一程 而且经脉也是被扩宽了些许 内力运转起来的时候 流动速度也是更快 连带着经脉的韧性 也是有所加强 也更硬了 从这里 就能看得出 根骨对于一个舞者的重要性了 一个舞者的根骨高低 不但决定了舞者修炼的速度 同样还涉及到内力 或是真气运转的效率 以及丹田中能够容纳的内力 或真气的总量 同等修为的情况下 根骨越高 持久力自然也就越强 若是根骨能够达到绝世 别说一夜战斗到天亮 连着几天几夜都没问题 坚挺的一批 对于 有点养的效率